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王艳婷 除外漂泊闯荡 除了靠着满腔热血一股拼劲之外 还要会广结四海 因为有朋友互相的援助 这样做起事来 当然有关系才能没关系 就这一点 似乎中国他们就做得蛮好的 试想美国主动发起了这场贸易战争当中 不光是美国自己内伤内伤得很严重 其他国家像是中国 当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影响 只是看这个冲击性多还是少而已 可是贸易战争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看起来好像没有如川普所想要的那样的结果 中国没有认输 中国没有倒 为什么 似乎比起川普本人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比川普朋友还要来得多 而看起来确实也是 似乎就只有川普不想要跟中国做生意而已 可是中国人口之多市场体量之大 他们的消费潜力可是相当难以取代的 各国的企业各国的这个生意人 他们也不是傻了 放着一块大饼在眼前不吃吗 就只为了跟你川普称兄道弟这样合理吗 好像不太划算耶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反倒其实根本没有在理川普 反而跟中国开始接洽了 想想看前两个礼拜还记得吗 美国自家的这个卖场业者好似多不就到美 到中国上海去开了店 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 而且不光是业者 现在在金融市场当中 资金现在也是一窝蜂一窝蜂的开始往中国市场去 想要敲开入股的大门 谁还管川普啊 谁还管贸易禁令呢 要来看的是哦 特别留意到现在有很多的外部资金 在入股外面场中等待了哦 现在有三把火开始要起步的点燃入股的行情 哪三把火 第一个我们之前还是追踪过了 追了很久的国际上面最大的编展指数MSCI 他们要把A股纳路不打紧 他们也分三个阶段要把A股的权重调升 8月27号上个月月底的时候盘后正式生效了 这是第二次的调升权重 将权重10%调升到15% 而这权重一调升 当然了外部的资金就会开始涌入到入股 预计能够吸金200多亿美元 而紧接着呢 国际上面第二大的国际编展指数 富时罗素 这是英国的这个指数商哦 富时罗素 他们也跟着脚步要把A股纳进去之后 而且权重也要二次调升 这个即将在这个这个月中后 9月23号来做生效 而在权重的部分呢 大概是5%调升到15% 这一条身 预计也能够让资金有将近40亿美元 能够流入到中国市场当中 更重要的还有一把火 本来以为只有这两个而已 但没有想到最新又开始 有人美国自家的这个指数商 他们哦 也没有在李川普吗 现在他们有另一个指数商 标普道琼指数 他们现在也要把A股纳进来 这是首次纳入 预计明天就会开始凌晨的时候 宣布这个指数的编展多少啦 或者是这个名单 明天凌晨就会公布 也跟富时罗素一样 9月23号预计将会生效 而这一生效 这一纳入的话 目前市场上面开始估计 吸金程度啊 有可以高达11亿美元之多 好三大咖的这个指数编展公司 不乏还是美国你们自家的人呢 现在大家都已经说话了 要来进场A股了 那么当然场中外部的资金 也开始当然要先行卡位啊 所以啊 很多其他的外部资金 现在也开始透过 北上资金的这个渠道 这个管道 也开始最近开始 崩涌涌入入股当中了哦 昨天流露的蛮夸张的哦 一口气就流进了92亿人民币啊 所以也确实把昨天入股的行情 带上来跳空往上开高直冲了 3000点整数大关 也直接站上了半年线 而今天呢 今天早上资金还是持续的在流露 今天早上光是上午盘哦 就流进了54亿人民币 这个数量已经是超过昨天总量的一半呢 所以显现现在资金单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热情踊跃的 要往入股来走 而从8月底开始统计至今 9月天天哦 几乎大家都是疯狂的在涌入入股 连续7个交易日都是天天买 确实看到入股最近的行情 是相当火热哦 从8月底以来 从低点不管川普放什么话 不管贸易战行情怎么打压 现在入股完全没在管 8月底以来天天走牛步 往上波段新高啊 上涨了从9月底 6、8月中 8月初以来已经涨了9% 将近10%的幅度 今天呢今天也收涨0.4% 也再次的要挑战3000点整数大关 收在2999点 不光是国际资金开始热起来了 现在晚间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中国自家也开始在开大开水龙头吗 开始要把热钱再往市场来放吗 最新留意到哦 中国人行决定要在9月16号 又前面下降金融机构的存款 这个准备金哦 俗称就是降准要调降0.5个百分点 预计似乎又能够为市场再注入新一波的火水 所以看起来啊 中国市场钱有了 那人呢 人当然也有 纵然川普现在一声令下哦 希望大家能够响应跟他站在一起 要来对抗中国 可是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没有人能够放弃中国市场 要不然好啊 川普你把东西买回去嘛 你不能说要我停你 可是我的东西消不出去 没有人给我买 然后川普你又不帮我想办法 这样哪对啊 所以看到很多国家开始跟中国开始接触了 最明显的要来看菲律宾 菲律宾8月底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总统杜特地有来访问中国 而菲律宾为什么重要 因为菲律宾原本也是夹在中美两方之间 暧昧态度暧昧不明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菲律宾还记得吗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跟中国打官司 为了南海的主权议题打得不可开交 而这个国际仲裁最后是 判中国的部分在主权上面是 没有办法来认定南海主权的 那当然两方就为此种下了梁子 有一些矛盾 而菲律宾态度也是踩得很强硬 还在几度的邀请川普邀请美国 开了军舰到他们南海去绕一绕 所以让中美两方甚至是中非两方之间的问题 矛盾是越来越升级 但没有想到上个月底8月底的时候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是第五次的访问中国 要干嘛 当然第一个他们还是有针对他们矛盾的问题 南海问题又再次提起 但是中国他们对此回应 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要搁置 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其他问题当然就好解决 因此杜特地也没有再深入去追这个问题 反倒就其他层面 比方像是教育啦 像是经济一面等等 砸成了六项协议 而现在市场也有分析 为什么菲律宾现在态度会缓下来 开始对中国态度放软 原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要针对南海上面海上的一些油气等等的天然资源做开发 可是那开发的东西实在是蛮贵的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希望中国能够一起参与 一起出钱来帮忙开发 所以菲律宾开始好像要往中国靠拢了 第二个呢第二个还有看到的是加拿大 加拿大跟中国之前的关系也是蛮紧张的 因为什么 因为华为的公主孟晚舟是被捕事件嘛 当时跟加拿大之间也是闹得不可开招 不过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出来 好像中国跟这个加拿大之间有一些新的互动 看起来似乎有破冰的激上吗 什么新的互动 他们最新就接受彼此重新任命了一个新的大使 加国驻中大使 这个包达明其他另外一边 中国驻家大使则是换到了重培武这个人 所以两方关系似乎又开始有所互动 所以让大家是不是想象 彼此之间有破冰的可能性吗 对此加拿大他们这边的回应也是 确实他们也认为 从去年12月孟晚舟事件 两方关系闹得有一点僵之后 这一个重新接受拍板任命大使的事件 似乎有让两方的关系缓和下来 而且更加的往前迈进一步 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 这个来头可大咖啰 今天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德国总理梅克尔 梅克尔他今天也访问中国 最新看到的今天跟明天两天 梅克尔总理他访问中国 这是他任内14年第12次的访问中国 这个比起其他西方国家 在任内能够访问这么多次 频率这么高 其实也实属相当罕见 似乎大家也蛮好奇的 因为好像我们从一些国际消息面上面 还蛮少看到中国跟德国之间 有一些互动关系 两方关系有这么紧密吗 有这个需要访问的这么多次 关系有这么好吗 如果不讲还好 一查他们的资料 他们中国跟德国之间两方的贸易 这个合作关系的这些数据资料 还一查还发现还真的相当紧密 我们查到从德国联邦政府统计局 他们公告 去年德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出口 跟进口的数据发现 出口的部分930亿欧元 而进口有高达1000多亿欧元 这些数据是创下历史新高的 显见德国跟中国在贸易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而这一次德国总理梅克尔 又再次的访问中国 也就是要就他们双方的经贸 又再次深化合作 要德国可以加强对华 对中国来深入投资 那当然目的也是希望 他们的德国企业 在中国这一块市场 也能够获得相对的利益 相对的这些营运上面的资助 所以这是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经这两天出访中国的一个用意 也因此看到了两方关系这么紧密 贸易上面真的蛮紧的 中国已经是德国连续三年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显见大家其实跟中国之间这块市场没有人舍得放啊 因为大饼之大 很多东西还是得靠中国外销 甚至跟得靠中国一起做生意 把饼才能一起做大 这样看来和气才能生财 从这边这个道理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吧 这道理应该也大家都懂吧 只要有人缭乱的这个市场的平衡 不论其他人再怎么维系这个关系 生意可能就是还会受到打击 讲的是谁 讲的是川普啦 纵然菲律宾跟中国开始友好了 纵然加拿大或是德国开始出访这个中国 但是只要川普这么一闹疼 所有人大家其实不管再怎么友好 大家还是会相当的不好哦 那现在全球要被川普这么一弄 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呢 不是开玩笑的哦 最新他们自家的联准会 又出来算出一份数据 蛮可怕的 全球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损失可能高达8500亿美元 从这些是全球所要付出的 大家也都在看 如果这个金额真的实现的话 全球是不是就要线路衰退了呢 这当然是他们预估出来的数据 但是实质确实也正在发生 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 美国的工时真的有在缩减 所以这又加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疑虑 美国工时最新统计在7月份的时候 每个礼拜的工时 就是在统计他们工人 每周他们平均的工时 竟然有所下降 下降到34.3个小时 这一个数字是创下2017年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准 显见什么 显见表示企业之间的营运上面 可能开始有一点疑虑了 并不需要这么多工人留在公司里面加班 或是来工作 所以工时有在下降 那你会说 可是好像这两天 昨天好像有公告一个 美国的小飞农数据 增加的人数好像蛮好的 但可能也许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也许是增加的这个飞农 小飞农就业数据很好 但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期增加的临时工呢 这是大家特别要留意的 因为如果真的有工作这么多 真的这个企业营运这么好 有需要这么多人的话 那为什么临时工增加 但是为什么你的时间却是减少的 所以大家就从这一份数据来看 不要被小飞农数据所蒙蔽 从这个工时上面缩水 大家再猜 这有可能是一个警讯 有可能是一个隐忧 一旦如果经济再不好 企业营运再不好 那恐怕下一步企业的动作 恐怕是会大幅裁员的 这么一来开始经济就会大幅的衰退 因为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这还不是大家现在最焦虑的 因为在这个只是一个 埋的不定时炸弹 还没有爆开来 就看川普接下来的动作 会不会让这个事情正式引爆 另外一边现在比较大 让大家更为担心的是 川普现在最重视的铁票仓农民 他们现在才是当前最有危机的一群 怎么说 因为有另外一份数据统计出来 农民现在过得苦哈哈 最新看到了美国的保险公司 FDIC 他们有统计一份数据 截至6月底为止 他们威州 威州的这些农民们 预期这个农业贷款就是没有按时缴交 然后让这个贷款跳票 违约的人比例是有在升高的 上升到2.9%的幅度 这个数据是创下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表现 这就表示 表示这个川普在打压这个中国的同时 贸易战在打下去的同时 这个代价其实大家都有所伤害 并不像川普所讲的 你这些大豆什么的中国没有买 那么谁受害 农民受害 他们都是销不出去 没有收入来源 那么他们的贷款当然会违约跳票 所以显见出来 这个已经在在的影响到农民的生活 而这会影响到川普的连任之路吗 大家在讲 如果再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农民烦起来用选票来打击 来教训川普 可是实际上呢 其实还得去思考 这很难说 因为要让川普这个从总统保卫拉下 其实还要考虑到很多的原因 比方说还有一点就是要看对手 要看他们这个跟美国总统川普交手的是一个怎样的对手 如果他交手的对手是一个更糟的人的话 那川普不管是他的民调有所走降 还是他的这些农民开始过的苦哈哈 不管这些事情 还是有可能会有盛险的机会 而目前来看 现在最有迎面的民主党的最强棒 就是之前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但是拜登没有想到超级不给力的 最近民调开始有撒滑的危机 开始被大家评论是民主党史上最弱的领头羊 我们就调出他最新的这个8月底所统计出来的数据 因为拜登这个6月份的这个数据上面还有达到32% 但是没有想到民主党自家人自己比一比 他们到了8月26号的这个民调竟然一口气骤降到19% 现在大家都来看确实如果拿民主党跟川普来比的话 拜登还是最强棒 拜登是最有机会能够打赢川普的人 可是光是民主党人自己比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拜登他这个个性可能比较温和 好像市场大家民众并不吃他这一套 所以大家都在看他真的有机会能够打赢川普吗 而且他还有让人家诟病的就是除了他是个性上面比较温和派的 再者就是他的年纪可能有一点点大了 健康是不是也有一些疑虑等等的 现在最近都被拿出来讨论拿出来考量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拜登现在开始陷入了危机 这是要特别留意的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打赢川普呢 不管怎么样 民主党现在其实都还处在一个初选的阶段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大家都其实都还在期待 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良性评比之下 选出一个真正对大家都好的领袖 只要不像川普就好 不要像川普一样到处乱发动贸易战 能够实质的真正的照顾到民众的生活 那么其实对大家来说 谁来当总统都好